马总统今天前往南海的太平岛慰问驻岛人员 同时也捍卫国家主权 他今天除了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线图 借此向国际社会重申立场以外呢 他也驳斥菲律宾之前提出的国际仲裁案 也就是把太平岛从岛屿给降格为岩礁的主张 而马总统他这一次的访问行程 也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以谁带酒大大干一杯 从同马英九登上太平岛大探地下水品质好 带着大批专家学者特地远赴太平岛 驳斥菲律宾提出的国际仲裁 说太平岛只是岩石 太平岛只是一个岩礁 而不是岛屿一个岸岛 这种说法毫无事实跟科学的根据完全错误 我们解决南海争议的具体主张 则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 重申搁置争议的十六字真言 马英九这一次大动作宣誓主权 却引来美方不满 一回到台湾本岛立刻召开国际记者会 面对美国忧心 马总统说大家夺虑了 马英九强调和美国立场大方向一致 都希望南海维持和平 似乎不觉得哪里有问题 但记者会上国内外媒体坐无虚席 关注度已经占满国际新闻版面 我们在南海 一旦哪个国家有什么动作 你会看到很多国家会来抗议 会来表示反对 我觉得这个恐怕要多观察一下 才能够确定 外交好奇 马总统本来去年十二月就要成行 当时因为美方压力而取消 为什么现在即将卸任 成了看守总统却坚持要去 难道他还想再攀政治高峰吗 现在传出说您这次登岛传出是可能要 替在卸任前来布局这个马锡二会 因为甚至还传出说中共的高层 有可能在卸任前跟你会面 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时机是非常重要 跟大陆一点关系没有 什么跟习近平更没有关系 从去年的马锡会到这一趟太平岛行 马英九动作平平 民进党内却有人觉得是故意给蔡英文出难题 我们邀请他也是尊重制度 不过我很意外他们不愿意派人来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朝野一起来面对这个非常复杂 非常棘手 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南海问题逐渐升温 这趟马英九任之内的太平岛和平之旅 延续马锡会造成的震撼 继续搅动东亚多国波澜 有点TV综合报道